四類船隻的平均船齡 在2007年,由5.4年至12.3年 到現在2016年,由最少平均13年至16年 其實船齡急速老化得厲害 我明白他多數都是後命狀態,但後命狀態是否不用去看他呢? 如果這麼多年都不看他,到真的有緊急事故的時候 才發覺有事不妥,或者是人為或非人為的因素導致他損毀 那會不會太過大安主義呢? 我們要決定那條船是否應該要開始啟動呢? 除了我們要看看維修費是否很高昂之外呢? 亦都要看看維修零件是否已經有了 因為船亦都跟車很不同的 有些零件雖然那條船是服役了很久 但是那些零件可能原廠都沒有了 但是船又比較特別些,那些零件可以經過改造 但是那些零件大夫人也會把電郵承認 因為找一個零件去做,可以用得上的 但你問他有甚麼原因 有些維修做了嗎?